各位天诺宝子们快来看 这只母仓鼠 Aria居然说星际战甲不甘 今天星号登陆四天就要拿灵级悟空去过僵局协议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上个视频 我们已经将精通段位升高了四段 这个视频我们要去做CK任务僵局协议 在此之前 我们去铸造厂 将已经制作好的猫甲部件拿取出来 将同样制作好的战甲悟空 和机甲西空焊架也一起取出 最后我们将猫甲Cora做上 下次登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猫甲了 如果你对Aria信号登陆第四天 就可以做出这么多东西心存疑虑 可以去Aria的主页翻看前面的视频 那里有详细的解释 拿到钻甲悟空以后 我们去鸡血库 为它新建一个配置槽位 配置槽位能够让我们更方便的管理战甲 激起武器 还能让我们更方便的切换战甲 我们使用自动配卡 为战甲悟空装备上一些MOD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系列任务 将军嫌疑了 我们从资料库开始系列任务 将军嫌疑 当反派Nife想要在Cobus中阻挡霸权 但都是会投票时 同时欺人赞成 欺人反对 形成了僵局 为了破局 Nife找合了舰队 准备执行僵局协议 我们学去做任务的第一阶段 解密Nife阿游的僵局不用路 都是一个拦截任务 我们要和敌人争夺两座通讯塔 利用他们来破解Nife的僵局通讯路 左上角的进度条达到100% 就完成了一个回合 我们要完成三个回合 时间敌人会试图夺回我们已经占领的通讯塔 找到并干掉正在入境的敌人 即可以阻止占领 破解通讯路后 我们发现 大夫忍不住这么大的阵仗 原来居然只是为了找地 他声称自己的母亲是 科巴斯失去一轴的双使人 帕尔沃斯·格拉努的代孕者 想要证明自己就是他的技术人 由此获得董事会的完全控制权 等我完成后 我们回到飞船 Yuriko要我们去福尔图纳找他 跟着黄色任务点 进入这个房间 找到Yuriko和Business Business为我们介绍了战甲 Protian 他要是格拉努 由Horatin交易得到的私人保镖 格拉努之说 死于一次飞船事故 有人破坏了他私人座架上的虚空隐情 不过如此 杜败是某位董事会成员 奈夫想要找到与格拉努相关的基因证据 而Protian在事故发生时就在格拉努身边 因此谁要找到Protian 就可以找到格拉努下落 因为这场动乱 索拉里斯人正在不断的失踪 Yuriko要我们去搞清楚 Nife就正在寻找什么 以及失踪的索拉里斯人 突进遭遇了什么 回到飞船 我们继续下一阶段的任务 了解失踪的索拉里斯人的下落 来到Nife的飞船 Business让我们去寻找Protian的探测器 跟着黄色任务点 我们找到了一只巨大的金手雕像 Business告诉我们 格拉努失去了自己的左手 这只巨大的金手雕像 就是为了纪念它而建立的 忽然 飞船发出震动 Nife在广播中声称 震动是工程上的一个输入造成的 他们要重新进行虚页 并且让下一个志愿者准备就绪 此时Business说 他发现了一个一人大小的 空间时间扭转点 为了调查清楚 他让我们把它进入飞船的系统 并且让我们制造出一些动静来 吸引您的注意力 启动门口的数据中端 帮助Business入侵Cops飞船的系统 期间 我们要保护这个数据中端 不被来犯的机身摧毁 数据中端的防御完成以后 Nife在广播中声称 已经找到了Rotian的踪迹 准备将下一名志愿者送出 Yodigo让我们前去查看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来到红色的物件 发现金色的大手打开了一个传送门 并且将一名索拉伊斯人 虚无其中 使用这里的数据中端 帮助Business入侵Copos的系统 并在他入侵期间 击退来犯的敌人 保护数据中端不被摧毁 入侵完成后 Business获得了被吸入传送门的 索拉伊斯人的视觉信息 他似乎被吸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 而这里似乎还有着格拉肚坠毁的飞船 仅往绝讪差一点 我完成这个拥 Aaron Bug Business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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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